這個叫靈芝啦 這個叫這和酒靈做的 是塑膠做的 把靈芝放進嘴巴咬 連啃了好幾下就是咬不斷 民眾參加喜宴 打包烏骨雞湯回家 加熱品嘗 覺得裡頭的黑色靈芝口感怪怪的 拿著手中靈芝怎麼看怎麼怪 民眾質疑 雞湯內的靈芝口感怕是假的 實際來到坊間中藥行 對照一下店內擺設靈芝 沒有烹煮過 比較接近木材的顏色 整體看起來比較厚 而投訴人提供的靈芝 已經烹煮過整片呈現黑色 乍看是一片薄薄的 品種難以分辨 中藥行不便評論真假 民眾擔心吃到的不是靈芝 想找衛生局幫忙分辨檢驗 控訴碰釘子 我拿去衛生局 要檢查看 到底這是義務還是事務 我拿去衛生局 說我一定要說 對方的店名給他 他有那麼多人要去查 民眾人表示不願意提供購買來源 單從該雞湯內容物外觀 無法判定 各物質為業者烹煮販賣時即存在 或為事後放入該樣品中 無法經科學方法檢驗後判定 並無法受理 民眾卡在不願說明來源這一關 而這一塊黑黑看似靈芝的大塊物體 到底是不是靈芝 民眾不排除令尋管道付費化驗找解答 三立區議員黃啟超郭郁文